蘇爸身後叫做他的名字是 他的名字是東京蝶塔 來到東京一定要來這裡 因為他真的非常漂亮 大家好,我是蘇爸 今天我來的就是東京蝶塔 非常漂亮吧 他今天顏色是黃色 他每天的顏色會 好像隨著一些 他每天的顏色代表不同的一些 像是今天什麼節日啊 世界和平日什麼日之類的 他的周遭其實有蠻多東西 像還有什麼真喪事啊 待會我會跟大家介紹到一個叫真喪事的地方 裡面還有一些德川將軍的一些東西 那今天就來稍稍介紹一下東京蝶塔吧 那我們一起來去看看東京蝶塔長什麼樣子吧 Let's go 北京蝶塔長什麼樣子吧 我們去看東京蝶塔長的比賽 我們在今後面看這個чик 然後看重點 如果你決定了 我們這裡一番小鼓一聲 拜託 一聲 好,現在這間店呢,是跟東京決打聯名的海賊王的一間店 然後這間店買各式各樣海賊王的東西 如果有海賊你想來的話,一定要來這裡 因為他還有很多衣服、吊飾、鑽蛋 就是我還有魔術、你想要的東西都有 這間店真的是,因為四川版是自己很喜歡海賊王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東京決打的,一走進來,門口一直走進來,就看到這間了 不過大家喜歡海賊王,不妨來看看喔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一個叫曾山市,曾山還是市府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好像有一個展吧,這是一個藝術展的樣子 然後叫公川鄉山展 然後他的日期是到12月15日,好像已經開展一段時間了 然後這邊有寫價錢大概是700 然後還有一個價錢是1000,那個1000的是看一個叫德川將軍的墓 然後好像聽說還蠻厲害的,如果大家有想要來東京鐵塔附近的地方的話 曾山市是一個很近的地方,大家可以來看看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對東京鐵塔的一些小介紹,還有附近的一些小景點的介紹 像他最近這個期間有個海賊王的就是整個三層樓 然後他裡面都是海賊王,然後有垃圾師啊,然後賣各種海賊王的東西啊 然後還有,海賊王的小劇場,就是人下去扮演成海賊王那類角色 然後很多都很像,然後我自己無法去,怎麼講 無法,因為他那個有要票才能進去,那票一張都是3000塊左右 所以有點高,不過我們不打算是這次進去,可能下一次來我再拍給大家看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記得到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點個贊 順便到我的Youtube點個訂閱喔 還有,如果真的很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分享我的影片喔 好,明天的影片就到這邊,我們下次再見,輸發跟你們輸春,掰掰